当你一个人在自己的单人世界玩得正嗨时,突然一个陌生ID加入了你的世界,你会怎么做? 一,立刻退出游戏并删除世界,二,继续玩。 本期故事就与一个神秘的匿名者有关,玩家的朋友阿黄说自己在自己的私人服务器游玩时,加入了一个名字叫匿名者的神秘玩家,可自己的服务器是设置的有访问权限的,并且他也没有分享自己的IP地址。 而玩家本期的任务就是帮助朋友阿黄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一座座的悬浮小岛都是朋友一个人耗费了两年半的时间干出来的,阿黄告诉玩家,那个神秘的匿名者进来的时候是悬浮在空中的,所以他敢肯定他应该是创造模式。 玩家跟着朋友寻找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见到第三个玩家的身影,玩家正思索间,猛然想起来可以通过TP指令传送到这个匿名者那里,如果他还在的话。 但是令玩家匪夷所思的是,系统的TP指令不管用了,所以玩家二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那个匿名者的位置。 但是朋友去查看了服务器的在线列表,那个匿名者依然在线,并且在与朋友阿黄交流中,玩家又得知,那个匿名者像是一个黑客,因为他可以随意的更改游戏内的天色以及模式。 但是,阿黄很是害怕,他不清楚为什么黑客会盯上自己。 玩家听后觉得阿黄有些太过于紧张了,当务之急是尽快搜遍这里的所有辅导,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两人各自分头行动,对这里所有的房屋进行了搜索。 大约两分钟后,消息黄传来了阿黄的尖叫声,他说他找到那个匿名者了。 玩家听后赶快赶了过去,阿黄说刚刚那个神秘的匿名者就在这间屋子内,但进来后里面什么也没有。 如果刚刚这间屋子内真的有人的话,那他这躲藏的速度也太快了,难道他会隐身吗? 玩家不是很相信阿黄说的,他也有些怀疑,不过随后两人在附近找到了一块告示牌,上面正写着匿名。 两人面面相去都表示不是自己放在这的,玩家此时询问朋友是否尝试过将这个匿名者提出服务器,阿黄一听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于是赶快切屏出去,试图将他提出去。 不到一分钟阿黄回来了,他说系统提示已经成功将那个神秘玩家绊掉了,但是刷新服务器在线列表后,那个匿名者又会再次出现。 这样前前后后阿黄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将这个匿名者永久绊出去。 朋友阿黄有些抓狂,玩家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两人正一筹莫展时,阿黄的妈妈喊阿黄该睡觉了,玩家看了看时间也不早了,那明天继续。 第二天很快便到了,玩家再次加入服务器后,朋友阿黄已经等候多时,见玩家进来,阿黄兴奋地告诉玩家,服务器在线列表已经没有那个匿名者了。 但两人高兴还不到三秒钟,接着系统一条黄色提示弹出,匿名者加入了游戏,阿黄让这个匿名者赶快出去不要再捣乱了,接着他便关掉了服务器,更换了新的IP地址,试图通过这样看能否解决问题。 但他熟悉的黄色消息再次弹了出来,那个神秘的匿名者又加了进来,阿黄彻底暴躁了,既然怎么做都不行,那无论如何也得找到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两人正准备开始行动,突然阿黄告诉玩家,自己无法切换到观察者模式了,玩家听后也尝试打开指令台切换,发现自己也不行,指令台似乎已经不管用了,下一秒,游戏的天色突然变成了黑夜,并且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这种天气和环境让整个游戏内充满着诡异的气氛,更让玩家二人害怕的是,他们的游戏模式被更改为了生存。 由于是生存模式,所以二人被迫开始收集物资制作工具和装备,最起码先保证能存活下去,才有可能找到那个匿名者。 阿黄也在消息狂向那个匿名者喊话,如果他执意不离开自己的服务器的话,阿黄打算将服务器永久删除。 但显然这并没有什么用,随后玩家对附近的住所再次进行了排查。 很快,他在房子的底部发现了一个洞穴,洞口上的告示牌写着此处危险。 玩家好奇地走了进去,刚进去没一会儿,只见一个黑影快速地从玩家屏幕中闪过,玩家被吓得一机灵。 他赶快在消息狂通知朋友阿黄,虽然那个身影消失得很快,但是玩家可以肯定的是,那应该是个黑客。 接着两人在附近寻找了一遍后,玩家便再次返回了刚才去过的那座福岛。 来到之前,阿黄说他发现那个黑客的屋子内,正透过窗户观察外面的情况时,玩家在对岸发现了异常。 对面的那座屋子内有点不对劲,玩家很确定,刚刚那个方向发生了变化。 于是他叫上阿黄,两人赶快来到了这座福岛上,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前面光头预警,请屏幕前胆小的赶快将一打在弹幕上,胆大的赶快将二打在弹幕上,麻烦打一的保护一下打二的。 进来后,玩家再次发现了这诡异的一幕,这一片黑黑的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还会移动? 朋友阿黄告诉玩家,这些黑色的是云,自从那个匿名者加入服务器后,就会出现这样的诡异现象。 随后二人在这间屋子也发现了一个头骨,和之前那座房子内的一模一样。 阿黄表示,这些诡异的头骨都不是自己放置的。 接着,他便在这座福岛中发现了一个洞穴,进去后,两人找到了一块告示牌,告示牌上面写着,我想要你的钱。 What? 玩家二人不清楚这个黑客为什么要这东西,勒索吗? 在一个游戏中玩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幼稚了? 阿黄在消息框表示,要什么都没有,识趣的话赶快离开服务器,前方高能再次来袭,请非战斗人员速速远离。 除了告示牌以外,这里什么也没有。 两人说着就朝屋外走去,可玩家刚开门,一个身影就站在门口,接着直接动用到地下消失了。 玩家被吓得还没缓过神来,让我们放过画面再看一遍。 这个神秘人戴着一个面具,他直接动用到了地下,接着玩家二人的聊天框便开始出现故障,消息正在不断地滚动。 随后两人在附近发现了大量的告示牌,上面都写着黑客,看来服务器真的是被黑客入侵了。 接着两人的消息框便发生了异常,玩家与阿黄的恐惧已经到达了极点,两人站在这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一会儿后,玩家便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朋友阿黄也在不久后调出了服务器,不过他在断线之前截到了一张图,这张图后来玩家看到后久久不能平复心情。 这不就是自己吗?玩家吓得赶快看了看自己的钱包,发现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了。 他很悲伤,差点哭了出来,但是一想,自己本身就是个穷光蛋。 最终玩家还是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屏幕前的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